大家好,我是阿烈,歡迎收看獨自虛食麵 今次我又來到銀座這一邊 這條路就是之前帶大家走到卡卡里那條街 不過今次我們的目的地就是這間銀座龍越 我來的時候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哇,已經排了長龍了,大家可以看到 這條龍要排幾兩我都不知道 不過先排一下,所以就走到最尾這個位置 這張紙就是洞在隊尾的位置 就是叫大家絕對一定要在範圍之內排隊 不可以在它圍著範圍之內排隊 因為就會造成其他路人或商家的不便 其實它畫的位置都是很接近馬路 雖然就是說這條路比較少車經過 我自己都是走馬路中間 但始終都是會影響到人 所以這裡有一個紅字,所以直低一點 絕對不可以在它畫範圍之內排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就要留意一下 而這間銀座龍越在塔比洛古的分數就是3.78 是一個挺高的分數 而這間店已經是連續四年入圍了 這個塔比洛古拉麵百名店 所以也是值得期待 這間店的營業時間都是分成午市和晚市 大家來的時候就要注意 如果是想來walk in吃晚餐那段時間的話 最好就9點前來到 如果不是就有摸門釘的風險 排隊的時候就會傳這份菜單給大家看 這一面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沾面的麵糧和配料 而將這張麵糧反轉之後 就會有這張圖文並茂的麵糧 所以可以看著這頁慢慢選 選好款之後倒轉看看要多少麵糧和配料就可以了 這張麵糧就會比較清楚 不過要在店裡才看到 這張基本上就是兩款麵 尖麵和湯麵 而另一張就是兩個月限定的中華梳化 和濃厚煮乾尖麵 在外面排隊的時候店員就會問你吃什麼麵 然後他就會抹下 但當我進到店裡的時候 也是需要由店裡的這部自動手機去買票 而我這次就是為了這間店的尖麵而來 所以就會選特製尖麵來試 而麵糧就是選擇大盛300g 這間店舖就有7個位置 全部位置都在這張巴桌裡面 而這張巴桌就是L型 我這一邊就是坐兩個人 位置上是真的窄的 因為我這個轉角位都要跟坐在我左邊的食客頂手 所以左腰真的麻煩一點 不過換回來的就是可以近距離不同的廚房運作 而這一點我認為都是值得 我覺得比較有風味 而店裡也要貼上這張紙 就是叫食客們吃完之後 把那碗放上的桌子 和垃圾就扔回旁邊的垃圾桶 我叫的這個特製尖麵就送到了 先看看麵糧的這一碗 試過上來看過300g應該是足料的 之後中間有魚板 上面就有隻蛋 和三塊叉燒 那就是特製版才會有三塊叉燒 之後看一下裝著湯的這一碗 嘩出了煙了 應該的溫度都很夠熱的了 那就筆個湯來看看 這一款就是所謂的Double Soup 魚介豬骨湯 至於麵裡面都是比較常見的一款 大家可以問到筆的時候是飄了煙的 溫度很熱的 而這一款湯的顏色其實就不算很深 質感上就少少稠 不算非常稠 之後就夾過麵來看一看 從粗油上去看的話 這一款應該都是太麵 在尖麵來說都是常見的 這一種粗度 不過這一款麵就沒有用到全粒粉的麵粉 所以麵條的表面上就不會看到明顯一點點 之後就看看這一款叉燒 這一款應該就是五花肉的部分 表面上應該用火槍彈過 不過背面就沒有了 而脂肪和肉的比例大概一片一半 這一塊叉燒是比較細塊 不過勝在夠厚 而湯裡面就會有這一類長條型的豬肉條 都可以看到口袋是很夠的 不過湯裡面的這些肉粒應該沒有敲過 而這間店舖就會把筍放在湯裡面 給的筍都是這一類的中華筍 都是偏向薄身和軟的 最後就看看這一隻蛋 這隻蛋的表面都是上色 不過就不是很夠色 而表面的粒陷位都是有點明顯 但也不算是很多 都是一個可以接觸的範圍 這款煎麵我有連湯清光了 那就分享一下我吃完的感想 先由湯的部分講起 我什麼都不在乎的情況之下 試了一滴小湯 這個湯的味道本身不算太濃 我覺得 味鹹到要即時喝水的程度 反而這一款湯在味道上的平衡是好的 我認為這一款是魚介豬骨湯 而魚介豬骨兩樣東西不會有互相蓋過 兩種的味道都可以感受到 不過只說這個湯沒有用 因為不會就這樣喝 所以就要把麵的部分 我以為什麼都不在乎的情況之下 試了一條麵 這一副麵本身是有味的 麥味是有 而且口感是很煙韌 但又不會過硬 我認為是欺負到好處 之後就把麵尖在湯裡吃 大家可以問到夾上來那一下 麵已經刮起湯了 放進去那一口是非常好吃的 湯的味道很夠 但又不會蓋過麵條的味道 吃下去湯和麵的味道是5G比 整個味道的平衡是非常好 那一種的味道是屬於少少濃 但又不會去到膩 而且有多惹味 我是停不了口 一口煮一口 過程中也不需要喝水解膩 所以我認為這款麵條和湯是配合得好 而且兩種都是做得好 之後就說一下叉燒的部分 這款五花肉送到上來的時候比較冷 但是好吃的 脂肪的位置是有一點點香味 不過就不算很厲害 而咬下去就是肉味足夠 而且口感鬆軟 肉質夠軟 但是咬到中間又不會乾 一塊這麼厚的五花肉可以做到這樣 在日式拉麵裡面比較少見到 所以叉燒的部分是好吃的 然後就說一下筍的部分 筍就屬於比較普通 夾那種是比較軟的 但吃下去還會有一點爽脆的口感 而味道方面就不太感覺到筍的味道 可能因為是浸著湯的關係 基本上吃到的都是湯的味道 除了第一條筍我們特意夾來吃之外 我就已經沒有特意夾來吃了 那筍是怎樣吃到的呢? 就說在我尖面的時候 把麵夾上去就夾到 所以這間店鋪是挺普通 存在感比較低 最後就說一下這隻蛋 這隻蛋表面上的顏色不夠深 而吃下去都是一樣 蛋白的部分不夠味 而蛋黃的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到是凝固了 不過都算是保持生的 裡面還有一些流心的效果 不過很少 而蛋黃的味道就OK 不過都是偏淡一點 所以這隻蛋就合格線以上 有進步的空間 而吃完所有東西之後 最後就當然要混合湯來喝 而這間店鋪就不是自己賭 是需要找點員幫忙 在混合的時候就會加一瓶湯 然後還會再加柚子、生芹菜籽等東西 喝下去的時候整個湯很清新 柚子的香味都出來了 但又不會沒中魚介的味道 所以到最後這一刻都是一個好的體驗 綜合各方面的要素 這款特製之面我是滿意 湯和麵條真的出色 而配料方面就不會太差 而且叉燒真的好吃 再加上湯裡面還有一些肉條 所以這款煎麵的材料都算豐富 我會推薦大家來試這間店鋪 不過這間店鋪真的是地方潛質 所以排隊當然要焗 為什麼我會在前面一開始說這麼多排隊的東西呢? 因為當晚應該是有幾個來自大陸的女人來排隊 都排隊出界了,因為沒位排 店員走出來就看到 之後就跟他們說這裡不能排隊 出界了 然後就叫他們過一段時間才來排隊 那就出事了 那幾位疑似大媽的女士 就跟店員理論 其中一位是挺流利的 就跟店員說 我們站得密一點這樣排隊都不行嗎? 問題就是 那幾位女士的身形都不是說瘦 站密一點都出界了 那位店員就三番四次走出來 叫他們等一會才來排隊 但是他們又不走 在這裡蠻死排隊 那場面上我覺得都蠻肉酸的 所以大家來吃的時候 就不要太多人來排隊 因為你太多人的話 就未必進了一條隊 那被店員趕的時候 你又不好受 而且萬一店員出來叫你不要排隊的話 那也不要蠻死不走 因為那場面是難看的 但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可以選擇去對面馬路找一個不會阻止人的位置 觀察一下這條隊什麼時候的空位 然後一看到空位馬上跑過去排隊 如果是來旅行時間寶貴的話 就可以在外面走幾個圈再回來 反正銀座都不缺逛街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來的時候 就不要令店員難做 或者令場面難看 而且這間龍躍都很近卡卡里本店 所以都可以考慮一下轉過去排卡卡里 不過條隊可能更長 今次的介紹就到此為止 這間店的資料就可以在下面的資訊難度找到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可以給個like留言和share 想看更多日本拉麵片的話就可以訂閱和小鈴鐺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